就是這麼沒水 也不怪二月潭一個漏漢 在地人是這樣 發生來發生 說馬祖有靈感 只要七點半左右 二月潭就大漢 雖然好像六十分鐘 但是已經店舊跟觀光客都有夠長的長 但是起上天說 這個漏漢兩只有四點五何米 對該這個大漢 並沒有幫助 另外山南客 非常出名的水牆 也因為山區 長期沒有漏漢 這個水牆 現在是像水堵頭 流水這樣 有到四天 一天後南岳山區到二月潭 累積的河龍只有11mm至4mm 對水井沒什麼幫助 這個河對南岳水井沒什麼幫助 南岳桑拿出名的最多鹽水牆 現在變這個模樣 帶台灣十七年的河浸領 對他說沒有看過水牆的水 不算是水頭頭的水一樣 跟以前比較起來 另外以前這個水有夠大 讓人堪油管治 不過因為沒落後水牆怎麼變這樣 一二十年來從來不曾見過 那麼少的 那麼小的水量 如果沒落後湯早晚會渡去 他在鄉中帶小組的人 進行記號餘生 因為沒有雨水 也導致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觀光農業 都有一點點失收 為民生用水到天然美景 都因為沒水頭用受到影響 這也說後面可以路比較久了